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人生在世 能活在这个世上 就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拥有不同的个体 不同的生活 不同的心态 心态的不同 决定了生活的阴晴 那些看上去毫不费力的人 都在背后承受着 不为人知的重压 只不过 有的人把生活的为难 当成寻常事 有的人则怨天尤人 苦不堪言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 分享的题目是 这个人是你最大的敌人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一个人是否能成大事 主要看境界 大气与否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 事业的高低 大气的人 有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 他们从容大方 成熟宽厚 让人心哲 大气是一个人 做人做事的风范 也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主要体现 对人 对事 对己 三个方面 而这个人 也是你在大气路上的 绊脚师 对人宽容 不计较 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 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联 无论利益感情 有关联 就意味着有摩擦 有碰撞 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 今无足斥 人非完人 学会理解 学会宽容 才是一个人的大气与格局 苏氏有个朋友 叫韩宗如 喜欢吃羊肉 知道苏氏的手记汉值钱 所以他隔三差五 就给苏氏写信 然后拿信换钱买肉吃 苏氏的学生黄亭坚知道后 调侃苏氏 古有王羲之 已字换鹅 今有老师 已字换羊了 苏氏听完 哈哈大笑 一天 苏氏公务繁忙 正在会课 韩宗如接连给他 送来好几封信 并且专门派人 来等候回韩 丽亭下督所圣圣 让他快点写回信 苏氏幽默地告诉来人 回去告诉韩宗如先生 本官今日断图 韩宗如贪小便宜 拿私人书信去换钱 确实不厚道 但是苏氏却没有生气 反而一笑置之 在被冒犯之后 依然有一份幽默 没有让韩宗如失了面子 水至清则无余 人至茶则无有 很多人眼里揉不得沙子 凡事总要有个计较 这样固然爱憎分明 但是却常常毁掉 自己的人际关系 世界发明大王爱迪生 从十二岁起 便在火车上 卖报纸和饮料补贴家用 后来 他便把药品和化学器皿 也搬到火车的吸烟室 在空闲时间做实验 有一天 他正做实验室 火车突然倾斜 水里放着黄林的罐子 从架子上掉下来摔碎了 黄林遇空气开始燃烧 火势开始蔓延 列车员史蒂芬森 急忙跑过来 帮他扑灭了火 然而 他内心的愤怒 使他狠狠打了爱迪生几拳 有一拳打在耳朵上 骨膜破裂 爱迪生的耳朵 从此再也听不到声音了 有人曾问爱迪生 对那位列车员有怨恨吗 爱迪生说 我感谢他 感谢他给了我一个无人喧嚣的环境 使我能专心致志地奋斗在我的实验发明中 爱迪生对那位列车员无疑是宽容的 他自己也从这份宽容中得到了力量和动力 宽容是在荆棘丛中长出来的鼓励 他能消异仇恨 让人找回内心的爱 使世界充满温暖 人生短短数十年 眼宽容景 心宽容室 学会包容 才能闲停心步 笑看花落花开 对人宽容是一种修养 人和人之间的摩擦总是难免 若是斤斤计较 早晚闹得不可开交 得饶人处且饶人 遇到不顺意的事 不顺心的人 不妨大度处之 置之一笑 对事超脱 不沉沦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人生世间 无论如何 也逃不过命运的拨弄 猝不及防的打击 始料未及的挫折 从天而降的好处 唾手可得的利益 随时发生 命运对苏氏 有着特殊的恶趣味 从二十多岁开始 他的亲人接连去世 仕途坎坷 一生都在贬折流浪的路上 可是苏氏 以独特的超脱 摆脱了命运的捉弄 从一个锐利傲慢的少年 成长为一代文豪大师 被贬黄州 远离庙堂 试图几乎断送 他却救助弃英 改变民俗 被贬惠州 偏僻荒凉 他却孝丹荔枝 改良农具 在乡野为百姓做些时事 被贬海南 文化沙漠 他却超书育人 为海南开一方文脉 凡是阴影 皆有阳光 老子说 福祸相依 万事万物 都有好有坏 事情发生了 就是发生了 沉溺其中 只能让自己 沉沦颓废 一蹶不振 因是力道 把事情 往好的地方引导 人生才能谱写新的篇章 对己豁达 不执迷 老子说 自贱者不明 自试者不张 自法者无助 自金者不偿 自成己见的 反而得不到张明 自以为是的 反而得不到显招 自我夸耀的 建立不起功勋 自高自大的 不能做众人之掌 人最大的敌人 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反省自己 放过自己 人生才能大器从容 苏氏年少得志 几乎是那个时代 最耀眼的天才 科举之路一路畅通 文坛宗师 轻言有加 功名在身 娇妻在侧 每日出入诗社茶馆 都有一大批粉丝粗拥 苏氏很傲 我永远放在第一位 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对待上司 也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面孔 陈希亮发了他的缝 他转身就是一篇 灵须台记 把老陈好一顿褒贬 王安石恪受古礼 苏氏两句话 就能让人下不来台 直到便到黄州 便到那个 没人认识他的地方 罪汉无礼冲撞了他 他才突然惊醒 自喜剑步为人时 没有谁一定要认识你 没有谁一定要重视你 天地广阔 你只是沧海一宿 无足轻重 明白这一点 人就不会太过执迷 苏氏放下所有的身份 彻彻底底融入农人的角色 他用心耕耘自己的东坡 修建水渠 插秧除草 收获粮食 养活自己 他放下了我职 走出了贬官的阴霾 也走出了一条 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 一个人被名利困扰 卫生官 贬官 忧心忡忡 说到底 是把自己 看得太重了 两千多年来 兵法家 尊他为圣人 算命的 尊他为祖师爷 道教 尊他为王禅老祖 被誉为 中华民族的智慧符号 苏秦 张仪 孙斌 旁娟等 许多在战国时期 呼风唤雨的人物 基本都败于他的门下 他就是鬼谷子 布局天下 隐士高人 一生只下过一次山 名徒辈出 却能够左右战国乱世政局 他的三个徒弟 旁娟 孙斌 苏秦 进山之前 都是无名小族 出山后 各个积压群雄 胜者无名 大者无形 真正的强者 总是莫测高深 不险山 不露水 默默耕耘 苦心孤意 直至成功 甚至成功以后 这样的人 也不喜欢张鸣阳丽 而是继续探索 寻求新的突破 这才是低调而强硬的强者 真正的获达 是放下 放下自我 放下我之 只有这样 一个人 才能万事不赢于心 波澜不惊 淡定从容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